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親身的經歷 一個是講到別的宗派 當我們提到師尊的時候 提到師尊的名字 他們總是有一些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他們其中一個 那個問題就是說到 我們師尊有法相 工人膜拜 那這一部分他們很不能諒解 說這是不是夢高我滿心呢 那為什麼有法相工人膜拜呢 不是講所謂的無法嗎 不是講說佛菩薩都是無形無相的嗎 那為什麼要工人膜拜呢 那工人膜拜那又會怎麼樣呢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摺檢壽命呢 這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身為中國中的弟子 那我們要怎麼樣跟他們說呢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題目 現在講到說有一個事實上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有一位師兄他做人非常很好 有時常做善事 但是其中有些好的同盟呢 感念他的做善事 他就把他的照片放在檀城 工人膜拜 結果拜沒幾次呢 後來他的事業本來是如日中殿 一下福分就被拜光了 所做的事業很多就因為這樣子 不是被人倒了 就是因為什麼戰亂啊 所以有錢都滑荒荒 後來再一次就是說 他很落過了倒的情況下 他在一個上司的人 還跟上司借了錢 這就是其中你如果沒有福分 你如果不是一個大成就者 你沒有辦法再立向工人膜拜的 只有在一個人修到空性的時候 他的信量是無限的大 福分是無限的大 才有辦法工人膜拜 那再講到另外一個例子 在大陸上有一個很 很有名氣的一個風水師 那這位風水師呢 他看風水非常明豔 很多大企業家就跟著他 讓他賺錢 那他們也對這個風水師很信任 也對這個風水師呢 非常的虔誠 就像對師尊一樣 但是後來這個風水師呢 有一天去找我們一個做佛像的師兄 他就跟這位師兄講說 我要雕刻一真像 那他要雕刻一真像呢 他就要找工畫師跟他畫出來 他就這麼左講右講 形容了一個像 最後畫出來的一個像 是他自己 後來他就去雕刻了直接上 那這位師兄也問他 你雕刻這些像要幹什麼 他說我要給我的弟子 後來也確實雕刻出來了 也給他的弟子 經過三年以後 他掛掉 為什麼呢 你如果是一個沒有證物者 你如果沒有足夠的福分 你如果沒有真正正務達到空性 一切都是無 然後你沒有 只有在你心跳無限大的時候 你的福分才會是無限大 你才有辦法接受弟子的供養 接受弟子的膜拜 那他呢 他有這個能力嗎 沒有 所以不到三年的時間 他掛掉 那我們就講到 那這些外面的人 批評怎麼樣批評師尊呢 他說他這些像 這些像有什麼樣的功德呢 為什麼師尊要我們去膜拜他呢 那這師尊在這個 我們可以在那個 連身活活講 地藏經的佛羅門禮 這一部分可以提到 他說佛教教徒都知道像是假的 但在虛空之中 佛就充滿在整個虛空 像也可以成為真的 不一定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既然 既然他充滿了虛空之中 那個像也就是真的 難道這個像是假的嗎 其他的空都是真的嗎 其實這個像也是在真之中啊 所以你說 別的宗教也有講到 上帝也是無所不在的 既然無所不在呢 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上帝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要用這個像呢 這個像就是師尊的一個慈悲 因為他有一個像 讓各位去設心 讓自己的心能夠安定下來 看到那種像 學菩薩的精神 但是師尊也講到 那他做像有什麼錯呢 沒有錯 但是他其中又有提到說 他為什麼要設這個像 在靈與我之間的戒甲煉真法裡面 也有提到 在上師的證物裡面 人生觀想拜佛法也有提到 在很多部分他都有提到 那其中比較 提到比較詳細的部分 我可能就把它唸出來 師尊講到 供奉上師感應法 祕傳 在《坐禪通靈法》這本書裡面有提到 金剛上師師尊頭戴五佛冠 要是五方佛同住其立 這五方五方佛就是 中央一路真阿佛 東方阿蘇佛 南方保身佛 西方安利佛佛 北方不公成舊佛 這五方五佛正是 東南西北中央的五大教主 當然這五方佛一定受得起眾生的膜拜 所以他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講到 法師戴五佛冠 眾生拜法師就等於拜五佛 是一樣的功德 所以五方五佛大威神 結界祥謀騙薩而成 今宵逼入萬丈縣 一瞻一靈總歸真 所以師尊講到這一部分 是他對這個項的部分的一個講法 那其中還有提到的這一部分 我也覺得有必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在金剛怒目及共共上師慈將給所謂的多嘴婆 因為他這位多嘴婆的意思就是說 有人說起那個問題 就是說 說起說共共慈將會有什麼樣的不好 共高我慢心 甚至會減少壽命 摺損師尊的壽命 當然我們一定是要請師尊長住時間 不然這一部分就變成了音樂了 當然這此前佛之術就是要我們所有的同盟共同參與的 那我還是覺得因為時間不夠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一部分實在應該把它唸出來 那金剛怒目及共奉上師慈象 給多嘴婆這部分的共奉上師慈象 那師尊有在這地方講了幾點的要澄清 他說一共奉上師慈象等於共奉了五方佛 因為上師頭戴佛冠上面有五方佛注定 所以禮拜的慈象 同禮拜的五方佛的功德一樣 第二 上師慈象有 大名六字真言 錘尖 禮拜之等於禮拜的觀世音功德一樣 第三 上師慈象的雙手上 左手金剛靈 右手金剛主 象徵了大金剛職 金剛三道來動助身 禮拜上師慈象 就如同禮拜的大金剛職 及金剛三道的功德一樣 第四 上師的法源 是某多雙年時的蓮花童子 上師與蓮花童子平等無二 沒有分別 禮拜之等於禮拜蓮花童子的功德一樣 第五 供奉上師慈象等於禁師 所以這一慈象的供奉 其功德無窮大 或福德不可思議 等於供奉了五方五佛 觀世音菩薩 大金剛職 金剛職 禮花童子 上師 這樣的大供奉及大供養 所獲的功德大貢於諸神 這樣的供奉意義更是無窮無盡 然而世俗人 怎能明白這些道理呢 有些人大喊 貢高文漫 有些人大喊 偶像崇拜 有些人叫國人怎麼可拜 有的人說 慧者福 妖獸 屬於說 十嘴 九屁股 就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人的嘴 十張口 有九張是臭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講壞話耳朵 講好話的少 這些多嘴婆 在未明白 供奉修法師尊的真實意義之前 就已經有人信口自黃了 所以師尊寫了這篇短文 聲明在線 禮拜五方佛 有何供高我慢 禮拜觀世音更非同向我拜 禮拜上師 正是上師相應法 有人會說 折福 會妖獸 師尊說 我如果不是德政 天下眾生來禮拜我 我兩三下就被死 就死翹翹了 今天我德政祕法 我是大福金剛 能將福德賜給天下眾生 所以眾生禮拜 禮拜不死的 一切請放心 就算天塌下來 頭上有五佛來鑄頂 地裂開了 坐下有蓮花拖住 有惡人來加害 手上有金剛靈 金剛褚擋住 奧媽咪天祢好 我們希望 我希望大家 所有真佛中的弟子 請師佛注釋 最少是 也要活到150歲吧 謝謝大家 賞這個名字